好了孩子们,我们继续后面的题目,来看一下第三个道题,两个形了 说,在四边形ABCD中,但是这里给你画图了吗? 没有 虽然没有画图,咱知道四边形了 再来说,如果2角A等于6角B等于3角C 宝贝们,这里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你来看,角A,它是不是没符号呀? 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说其实在讲乘法交换列者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这样的情况 你看,A乘B,咱们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A乘B等于一个B乘A,没问题吧? 但是,注目相乘的时候,中间的乘号可以把它变成,点来讲实 同样,我们可以变得更彻底一点,可以把中间的符号给怎么样? 省略 所以AB等于BA,明白吗? 明白 所以孩子们,当些数去乘字母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没有符号 那中间如果没有符号的话,一定是什么号? 乘号,就是省略了,好吧 嗯,所以同样了 孩子们看,我们可以写个2乘A,那还可以写成什么呢? 2A 2A,那这是不是2乘A? 嗯,那2乘A的意思是不是也就是两个A? 对吧? 好了,孩子们,再来看这条题目,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脚A,那2脚A就表示2乘脚A,对吧? 就表示两个脚A,等于6个脚B,又等于3个脚C 好,题目零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内容,说,且脚B等于120度 这个题让我们求出脚A,脚B,脚C的度数分别是多少? 好了,孩子们,这个题目中它没有给你画图,那就说明,画了图之后啊,它也无法去解决,我们怎么办? 你想想,刚才我们讲过一个方法 要求其中的某个脚是用整个脚的度数,减击我知道了就可以了 是 但是在这个题中,使用哪个脚知道? 脚B 对了,脚B 但是可以讲,我用四边形的内角核减去脚B的话,我们就能求出脚A加脚B,再加上脚C的,是不是可以啊? 是 好了,孩子们,我们先来求一下,OK 四边形的内角核是多少度? 老师,需要每一个同学,不要每一次都去记这个180度去乘一个N-2 就得把三边形,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都记住 四边形的应该等于? 540度 四边形540吗? 嗯,360度 对吧,看,然然都记错了,所以我们要花点功夫才行 好了,孩子们,四边形360度,那么脚B又是120度 所以它们三个的核就应该等于? 240 240,对吧 嗯,好了,孩子们,我们来看一下A,挺确定的电视板的过程 好了,但是 然后怎么办呢? ABC的核知道 但ABC分别事情也不知道 要是告诉A和B是不是也凑合? 嗯 但没有,但是孩子们要注意了 这是不是告诉你ABC三者的关系? 是 赶紧回应,记不记得另一道题? 我们说是不是可以一多不少 其实在一多不少的过程中 我们是把脚3和脚1都变成了脚2去做 对吧 嗯 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它的关系 把这三个脚都变成一个脚来计算呢? 比方说,孩子们来看 三个关系先追个 是不是只有脚A和脚B? 嗯 两个脚A等于六个脚B的话 那一个脚A就等于几个脚B了? 三个 非常吧 嘿,那我明白了 一个脚A等于三个脚B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题目中的脚A就换成三个脚B来做 可以吗? 嗯 当然可以 因为它俩是一样的,对不对? 是 好了,孩子们 脚A可以换 那脚C是不是也可以换? 是 再来换 那把前面的折了 六个脚B等于三个脚C 那一个脚C又等于几个脚B呢? 两个 什么是两个? 嗯 对吧 二乘三等于六嘛 好了,孩子们就知道了 一个脚C又等于两个脚B 那现在把这两个放在这里面带进去 是不是可以做了? 是 所以孩子们赶紧来带一下 那现在脚A就变成什么了? 三个脚B 那这个脚B还用再换吗? 不用 当然不用 再加上脚B 再把脚C也换成脚B 但换成的是两个脚B 所以孩子们ABC的核是变成它来了 你看 三个加一个再加两个 一共就是六个 好了,孩子们也来看 六个脚B等于240度的话 那你说一个脚B答案得出来吧 嗯 OK 那脚B的答案都出来了 你说A和C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是 好了,孩子们 这道题我们把整个过程分析出来了 把最关键的全部的答案也算出来了 来看一下我们电子版的过程 A等于三个脚B ABC又等于两个脚B 所以ABC的核就等于他加他加他等于六个脚B 那六个脚B等于240度 那一个脚B就应该等于40度 40度 对吧 用240除以6 好了,孩子们 B的度数求出来了 你说A呢? A是不等于三个脚B 嗯 所以A就等于三乘40等于120 同样的 C就等于2乘40 是不是等于80度 这道题目是不是求完了 是啊 所以孩子们来注意 你看 在角度问题中 我们还发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 虽然有很多脚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变 把所有的脚变成一个脚 是不是也就很好求了 是啊 你看 可以通过倍数来变 也可以通过像0那样的一多不少来变 都是可以的 好了,孩子们 就是第三个道题目 明白了吧 明白 好了,孩子们 完了吗 来,继续看那次 刚才通过前次道题 我们研究的都是内脚的关系 那除了内脚之外 还有什么脚呢 叫做外脚 OK,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说 如图是这样的 有一个三角形ABC了 但是 现在干了一件事 看什么事啊 分别延长三角形ABC的三条边 怎么样 我们延长的 说 把AB这条边 延长到了 D 再来 又把BC这条边 BC在哪 是不是在这儿 延长到了E 又把CA这条边 延长到了F 然后 于是呢 就出现了三个脚 这个脚是脚一 这是脚二 这是脚三 让我们求脚一 脚二 脚三等 合适的 好了 孩子们 你看 现在让我们求的脚 还是之前说的那脚吗 不是 不是 他们在外面 那他们又叫做什么脚呢 这里面 我们跟同学们说一下 你来看 如果说 在一条三角形 在一个三角形中 对吧 你来看 每一个顶点这儿 是不是连接了两条线 嗯 我们说 那如果现在延长其中的一条线 你就会发现 除了内脚之外 是延长的线和另外一条边 在外面也形成了一个脚 对吧 是 我们就把外面这个脚叫做外脚 所以孩子们看 这个是内脚 那这个就是外脚 外脚只是指这样的 不是说外面一圈 明白吗 明白 先看一条线 那孩子们仔细观察 内脚和外脚的关系 这是一条线 那你就会发现 一个内脚和一个外脚的和 刚好是多少度 180度 180度 对吧 嗯 它两个和180呀 那好了 孩子们 这条题我们给大家做呢 要求123的和不好做 要是如果让我们分别算出123 是不是也不好算 那可不可以根据 跟他相关的内脚 来求出他的外脚来呢 你来看 怎么根据内脚来求 脚一不知道 对吧 但是你要注意了 脚一是怎么得来的 是等于这个平脚180度去减谁 是不是去减他 嗯 对吧 减这个脚 这个脚是什么 比如说老师 是不是脚B呢 不是 B只是一个点 这个脚应该叫做ABC 是不是这个脚 对 点脚ABC 好了 孩子们 脚一可以这样表示 那脚二脚三是不是同样 也可以这样表示 嗯 所以 这套题目里面 我们通过这套题 得出来一个另外的 非常重要的结论来 好了 孩子们 跟随老师的思路走啊 有了这套题之后 做后面的题目简单了 我们追求脚一脚二脚三的和 但一二三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把一二三都给变了呀 嗯 这次我们认识的 跟刚才听不懂一样 那脚一 是不是等于180度减去脚ABC 是刚才我们分析过的吧 是啊 咋的 那脚二呢 它和它 是不是刚好180度 嗯 那就等于180度减去里面这个脚 也就是B C A 对吧 嗯 你看刚好不就会参吗 OK 脚二是不是得出来了 对 再来看脚三 那脚三这个脚 又等于180度 数据减它 嗯 好了 看 对不对的 刚好180度减去 BAC 你看 BAC 是不是得出来了 嗯 好了 孩子们 但是现在呀 似乎有点麻烦呢 题目中很多括号 很多数 那有括号 我们该怎么办 拆括号 要注意了 用到了原来计算的一些知识 如果括号前面是减 加号的话 去括号用变号吗 不用 不用 所以孩子们们来快速看一下 那直接去完括号之后 就等于180度减它 再加它 再减它 再加它 再减它 对不对 嗯 那把所有的数和在一块 那这就多少个180度 三个 很棒 那就是180度去乘三 再减去谁呢 这不减去叫ABC 再减脚BCA 再减脚BAC 对吧 嗯 孩子们再注意了 有一个数连续减去好几个数 就等于减去它们几个数的 和和 来 仔细观察 结论要出去了 这几个角的和 等于多少度 我们来看 这几个角 也就是 你来看 它 加它 再加它 它们三个角 是不是就是三角形的那角和呀 是 那那角和等于多少度 180度 所以孩子们等于180度去乘以三 再减180度 那就要这个答案就等于180度去乘以二 答案怎样 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嗯 所以孩子们来看 有个什么结论来了 大家这个体中 脚一 脚二和脚三 是就是它们每一个角的外角 是 再把每一个角的外角三加 也就是这个三角形的外角和 那你观察了 三角形的外角和 分约多少度呀 三百六十度 是不是等于三百六十度呀 嗯 对吧 所以宝宝们 这是个结论 任意三角形的外角和都等于三百六十度 因为这里面我没有读数 是不是死边镇呢 嗯 再来个问题 三角形的外角和是等于三百六十度 那你说四边形的外角和又等于多少度 五边形的外角和又多少度呢 是否也可能内角和一样也有那样的关系呢 甭着急 我们现在随便来一个题画一下 不就是要找四边形 对不对 嗯 四边形不知道 来孩子们 老师随便的画一个图 你来看 这个图画得有点难看啊 就是这样吧 好不好 你来看孩子们 我要找这一个四边形的外角和那外角在哪呢 我们是可以延长中间的一根线 对吧 嗯 延长中间的线 延长中间的线 延长这个的线 你看 四个外角出来了没有 是不是就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角和这个角 对吧 是 现在刚才是求一二三 现在是求多好了 是不是一二三四 嗯 但是你要注意了 孩子们很快答应就得出来 那我想求一二三四的核到底怎么去求呢 你想想角一等于多少度 是不是一百八十度去检查 嗯 那这个角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把它写作角A 可不可以 可以 那这个角就等于一百八十度去检里面这个吧 嗯 里面这个我们叫做角B 对吧 好了 孩子们再来 那我们说要求它 是不是等于一百八十度去检里面这个 是 把它叫做C 同样 那要求它 是不是要把它给求出来 好了 孩子们 根据刚才的思路 能不能列出来一个分析呢 它等于一百八十度净A 它等于一百八十度净B 它等于一百八十度净C 它等于一百八度净C 对吧 嗯 再把这个数据增加 那你说我的加的过程中 有多少个一百八度 四个 因为这四个里面是不是都有一百八 所以孩子们就等于一百八十度去乘四 好了 孩子们再来 我们刚才的事 减了A 减了B 减了C 减了D 是不是把ABCD都减了 是 那减去这四个就等于减去它们四个的 和 那孩子们来看 它们四个的和刚好是多少度呀 三百六 三百六对吧 嗯 所以也就是减的一百八十度乘二 孩子们来看一下 这四变形的外角合都等于多少度 它减它还等于多少度 三百六十度 还等于三百六十度 发现跟三角形的外角合怎么样 一样 一样 也等于三百六十度 宝宝们 你想想 从刚才的规律得出来了 哪怕是五边形呢 五边形的话 是不是多了一个角 嗯 那说明这儿一百八十度会怎么样 乘五 是不是又多一个 同样 这儿如果是五边形的话 这就是一百八十度乘几了 三 你看 减完之后还减多少度 三百六 三百六十度 宝宝们 从这道题目 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你看 甭管它是几边形 任意多边形的外角合 都等于多少度 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对不对 嗯 好了孩子们 刚才我们分析出来的内角 现在找到外角 你看 外角更简单 因为它的合是不变的 对吧 是 好了孩子们 那有了这道题的破片之后 相信下道题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看例如这道题 说 如图 你知角一等于二 角二 是等于两个角二 嗯 好了下来 让我们求角一和角二的 都是 孩子们看 角一和二在哪 这是不是角一 嗯 发现角一是这个五边形的 外角 角二 也是这个五边形的什么角 外角 外角 对吧 嗯 要求两个外角分别数多少 我们是不是用到外角合 嗯 你看 那这个五边形的外角合 等于多少度呀 三百六十度 太棒了 甭管几边形 它都是三百六十度 那你看 那说明 角一加角二 再加六十 再加七十 再加八十 是不等于三百六 嗯 那你说 要求角一和角二 用三百六减去它们仨 是不是一和二的合 就得出来了 是啊 所以你看 角一加角二 等于三百六十 减六十 减七十 减八十 再加上答案的一点 一百五十度 好了 孩子们 这道题呀 老师给大家提示到这 剩下的一部 我们刚才好多题目 都已经是练过的 老师相信你肯定能做出来 他俩的合知道了 还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对吧 你和二知道 一个角一 等于两个角二了 那他们俩分别是多好呢 赶紧按下 手中的暂停键 把这道题 开始做出来了 好了 孩子们 来时间到 角一角二是多少度呢 一个角一等于 两个角二 所以两个角二 再加一个角二 是不是三个角二 三个角二等于一百五 那一个角二就等于 五十度 五十度 那同样 角一是不是就得出来了 好了 孩子们 这就是立五这道题 通过立五这道题 我们能得出来一个 N边形的外角和公式 甭关系连行 外角和一定等于 三百六十度 好了 孩子们 来 这就是这一道题目 我们讲的比较多 就讲了横横的结论 好好消化和牺牲一下 休息会儿 待会儿继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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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